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爺爺 爺爺 来 沈阳帆也得到我爹早睡了 这小花都没了 这宝主爹咋睡得着啊 我敢保证 宝主爹肯定在院子里蹲着呢 你看 我说她没错吧 还真没睡呢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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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还没回来吗 春雨里 山上我都找遍了 我姐说也没回上河村啊 你说这娃她到底去哪了呢 我想啊 八成是娃听到啥了 自己躲起来了 那咱上哪找去 现在啊 只能等娃自己回来 她要是自己躲出去了 兴雪啊 哪天自己就回来了 有cio 姐娘 女儿 ars 女儿 你 爷爷 小花舍不得爷爷 这不是小花儿吗 花儿啊 花儿 你 你啥爷爷坐在这儿啊 爷爷 花儿 你上哪儿去呢 花儿 你不想要爷爷了 花儿 小花要爷爷 小花舍不得爷爷 三儿 爷爷 小花救不得爷爷 你快点过来看 好像是小花儿回来了 啥 小花儿 还真是她 完了 这个娃儿自己又回来了 看来白高兴一场 行了 你再使劲那算谈的就捣碎了 我这两天我一想起 这想想跟王晓在一块儿啊 我这心里的我就堵得我 娃们在城里不会出乱子 你就别漏我为理想了 不是 就咱们好好这么个闺女 就让王晓给拐跑了 我能不憋气吗我 这事啊 说不定就是那王婆子一手策划的 你俩啊 就各打五十大板吧 娃们就是让你俩给逼走的 哎呀 我越琢磨着 就是那王婆子一手策划的 要不然咋出事以后 你说她就不敢露面呢 不行 我手术还得把那老王婆子 揪出来我 我外面惊出去 行了你坐下吧 你你就是把那老王婆子 揪出来要顶啥用啊 那好好的闺女就这么着 跟着你跑了 啊 哎呦 我不找她我找谁去我 打你们这事就算完了 啊 那都进来不老面就行了 这个死老王婆子 这个 哎呦我的闺女啊 我将来跟她打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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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要完没完呀你 你我的闺女呢 都出来半个月了 到现在都没找着工作 身上带的钱也快花光了 我就说嘛 咱俩啥技术都没有 这城里人这么多 咋会有工作让咱俩干呢 咱俩一定会找她活干的 连刷碗的活都找不着 还能干啥呀 要不咱俩回家吧 行 再坚持一下吧 咱俩要是回去了 不就前功尽弃了 可在这儿一天要花十块钱 两个人就是二十块钱 这要在家里 够过一个月的日子 这要让我爹跟我娘知道了 那还了得呀 就是以后找上工作了 这事也不敢提 提一回 我娘就得跟我急一回 现在 现在 也不知道家里都乱成啥样子 我想都不敢想 想起来呀 我就浑身哆嗦 老婆子 你给我出来 你这正好 我正要找她呢 小点事你 小声点她听得见嘛 你给我出来 别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 啥事啊 进屋里说吧 不进屋 就在这儿说 今天你要不说出来 把我闺女藏着了 我告诉你说 我就跟你们没完 你这谁没完啊 我还说你家闺女 把我家王晓拐走了呢 别臭不要脸了啊 你也瞧瞧你家王晓那样 个儿还没有我们乡性高呢 乡性能拐走她 咱们让大伙儿评评理啊 到底谁拐谁 你放心吧 我家王晓就是一辈子讨不上媳妇 也不会去你家乡性的 别不知道寒碜哪 也不沙发尿罩着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 呸 你别臭美了 你家乡性是天鹅 我家王晓还是天鹅呢 真不知道寒碜哪 有那么寒碜的天鹅吗 行了 你别 就你老王婆子啊 就你最坏 这事啊 没准就是你出的主意 来 爷爷 喝水吧 好 花儿 等这些框卖完了 爷爷就送你去念书 爷爷 我做梦都能梦见去念书 我 花儿啊 以后的框啊 爷爷也变 你小手啊 太乱了 还留写字啊 不怕 爷爷的手上不是爷爷有老姐吗 你看见你爹没 一几天和小花儿都快不吃不喝了 整天坐在那边框 别说你爹都那么大把年纪了 就是个年轻人这么熬也受不了啊 看着吧 早晚得把你爹累出个好歹来 他们这么编啊 这学费也快攒够了 学费攒够了有啥用啊 小花儿的书要真念了就麻烦了 这一工就得是十年 这十年你爹得编多少框 才能攻得上小花儿的学费啊 就是把你爹的骨头都耗干了 小花儿的书也念不完 聪明年起啊 我家的小花儿啊 就省了小学生的 你这就不用特偷的去学字啊 你能坐在教室里边呢 听老师上课了啊 爷爷 我上学以后一定好好学 考多多的一百分回来给爷爷 花儿要能是 考个一百分 爷爷那个理条啊 就算没白看 这样爷爷看多少啊爷爷 爷爷啊 我向你保证爷爷的柳条没白看 好 你看看 爷爷给你做天理盒 好看不 你看看 好看 好看 真好看 爷爷 我一定好好爱护他 咱们也得一打算起来呀 爷爷啊 咱俩就好了 看你小花儿不要收你上学 再加上爷爷给你买的新头绳 小花儿就要上学了 这下子啊 你爹比过年还高兴呢 这一工就是十年 一个女娃子 念那么多书 能有啥用啊 到头来 还不是工给别人的 你爹就是有福不会想 转不过这个味儿了 话说回来了 我爹跟小花儿啊 人就是挺能吃苦的 每天都那么干 到底让小花儿上学了 你说 鞭框要是真能那么挣钱的话 那咱也鞭呗 就你 蘑菇都踩不了你还鞭框呢 你知不知道 要想鞭框啊 每天天不亮就得上山砍柳条 砍柳条的背下山 一根一根的修剪好 编成框 再背到集市上去卖 能不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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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咱不干还不行吗 我就知道你干不了 三儿 从明天开始啊 你跟小花儿就是同学了 你不许欺负她 听见没有 同学就同学呗 小三儿脑袋就这么不值钱啊 你说一句就打一下 就这么打他还记不住呢 是记不住 脑袋都被你挡成酱子了 还咋记啊 我说咋刚没挥的东西 专手就忘了 你打小脑袋就没清楚过 笑茶笑点 赶紧吃饭 到这学校呀 要好好听老师的话 真的吗 嗯 老师 请问 校长帮助师在哪儿 这点就是 是 好好好 校长啊 你看这些钱 顾不顾我上学用的 大叔 这点钱哪够完念书呀 兼够完美科本 是 你知道 我们这小学是民办的 现在都生该最低学费收入 如果 大家都交不起学费的话 我们这学校 就很难维持下去了 这花呀 天天盘盘盘上学年也出十四五年 这花挺聪明的 这个钱哪 是我和花呀 编了三个月的框才在一起的呀 如果钱不顾 如果钱不顾 我把黄睡火把它卖过 再补上 哎 我呢 求校长 答应你了 先把花呀 送到客汤里边 念书吧 哎 哎呀 哎呀 只要花那么少老爷 不就是再舞再烈 不要把花千样的雪碑给补上 我呀 今晚上学好多年了 不能再等我 爷爷 我可以在教室外面上课 这样爷爷就能少交点学费 花啊 学费也能交起 好 不用再说了 我也知道你们挺困难的 就让娃先去上课吧 随后你们再把学费给补上 花 花 快谢谢校长伯伯 谢谢校长伯伯 好 哎 小长 给你送个新学生来 这娃 送来晚了一点 就像从研究上吧 这娃呀 真是让老师费心了 好 好了 大家不许笑了 从今天起啊 我们班又来了一个新同学 大家欢迎 来 给大家介绍介绍 你叫啥名啊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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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小花 我叫小花 小花 小花同学很勇敢 王二小 你个小坐到前面来 老师 为啥呀 让你过来你就过来呗 哪那么多为啥呀 你坐着玩二小妹位置 都不许笑了 下面我们接着上课 把书翻到十六页 臭月的片 不许月线 谢谢 我们接着上课 这小花啊 终于上学了 你的心眼呢 也算了啦 看着娃 能和其他娃一样 坐在教室里念书 在西里里呀 也好受的 我也不知娃将来学成傻人 只想让她呀 和有爹娘的话一样 我就知死了 我还不知道 你的心里是咋想的 你就是不想让娃呀 受一点委屈 爷爷 我回来了 这么早一下学了 我是跑着回来的 我先去河里领鸭子 听见没 看把他们给美的 头天上学就找不着北了 这回啊 小花终于如愿了 这个鬼丫头 到底是把你爹给哄住了 不过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你爹的难处啊 还在后头呢 不信你就等着吧 看我说的准不准 小三这个小兔崽子 咋还没回来呢 你着啥急呀 星星没放学呢呗 哪天这会儿也没回来过呀 这回呀 她可骗不了我了 人家小花跟她一个班 早就回来了 连鸭子都从河边赶回来了 这个小兔崽子 还没回来呢 这啥算完了 这小三跟小花分了一个班啊 以后小三打就更少挨不了了 不行 我得出去看看 有话好好说 你别惊打娃子脑袋 那娃子脑袋 哪惊动你那么大呀 这个小兔崽子 等她回来再说 那不三回来了吗 小兔崽子 小 小三快看你娘 我先走了小三 兔崽子 都几点了 咋才回来 你别打娃子脑袋 都几点了 你咋才回来 刚 刚嫁起 你还敢胡说呀你 人小花咋咋就回来了 这说好了不打娃子脑袋 你咋又打着呢 你还敢骗人哪 人小花 早就回家写作业了 还不把河边的鸭子赶回来 你再看看你啊 整整饼 慢回来两个小时 你去哪儿了你 这大娃娃不也没回来呢吗 对了 还有这两个小兔崽子呢 你看她俩回来 我咋收拾她们 你别以为我今天就饶过你了 你给我出来 臭鸭的骗子 看我怎么收拾你 这下可好了 小花上学了 宝珠爹的这块石头 也算落地了 别高兴的太早了 这眼俩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宝珠爹也不知道 还要编多少筐 才能把这小花供出来 宝珠爹能为小花 做到这份上 全村的人谁也比不了 花儿啊 学了一天了 早点睡吧 爷爷 你先睡吧 我再多学一会儿 我拉了两个月的空课 得快点补上 花儿啊 上了这天学 你觉得吃力吗 不吃力 放心吧爷爷 我把不会的都用笔给牵起来了 明天上学去分老师 我很快就能赶上来 爷爷 等我考上大学 就得爷爷到大山的外面去看看 让爷爷穿新衣裳 天天吃白面馒头 好啊 你来耳直直的 发啥呆呢 我在想相信 他到城里头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知道咋样了 能不能吃上饭 有没有地方住 不是还有王小的吗 要是待不下去啊 他们就回来了 这么长时间没回来 肯定是待下去了 这两天忙的没顾上回娘家 我娘那儿也不知道咋样 这日子指定不好过 明天你回去看看吧 顺便也劝劝你娘 要想让香香早点回来 就别啥事都管了 不过 香香这一走啊 你娘也该好好反省反省 别瞎想了 快睡吧 娘 你没睡好觉吧 眼泥咋都肿成那样了 不肿才怪呢 这都是那香香 死丫头给闹的 都连着一个月了 我都没睡好觉啊 娘 你快别瞎惦记了 香香和王小 这么长时间都没回来 肯定是在那儿待下去了 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我高兴得起来吗 人都说呀 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这回我可知道是啥滋味 娘 说不定香香和王小 这回在城里能挣大钱呢 你就等着享福吧 谁心想他们挣的钱呢 想用几个钱来迷惑我这个老娘 没门 她想跟王小处对象 打我这儿她过不了 娘我可跟你说啊 人香香说了 只要你一天不同意 她就一天都不回来 你说天底下还有这样 当闺女的不成 还威胁起自个儿的娘来了 不回就不回 豁出去了 我没这个闺女 我自荡白养活了 我看呀 你也就是嘴硬 香香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你舍得啊 不舍得能咋呀 是她先不要我这个娘的呀 进来吧 你就是那个小保姆 对 我叫香香 进来吧 把门带上 来 我就是这家女主人 你给我们家做保姆呢 就是给我 还有我们家宝宝 就是她 给我们做好一日三餐 然后打扫打扫卫生 做得了吗 没问题 没问题 我浑身都是劲 那行 进来吧 先把东西放下 我去吧 以后啊 你就住这屋吧 这么大一个屋子 给我一个人住啊 以后在家啊 别穿这套衣服了 我专门给你准备一套吧 好吧 行 那行 洗洗澡换衣服吧 从今以后呢 你就是我们家保姆了 好 你说这死丫头啊 在城里头也不知住在哪儿 吃在哪儿 有没有被这王小占了便宜啊 都走一个月了 你说也不知道给家烧回个信 我这心哪 我都快让他给操碎 娘 你说你这是图个啥呀 人在的时候你生气 这人走了你又惦记 要我看呀 那王小挺好的 你就是因为对他娘有意见 所以才对他有偏见的 你算是说对了 他要不是老王婆子的儿子呀 我兴许我就答应了 我一想到日后 我要整天跟这老王婆子联系在一起呀 我这头我就往上撞 你知道吗 我脑子就发麻呀 我由不得我自个儿啊 你说说你 你和那个老王婆 就为了一块地闹成这个样子 人家相信和王小招谁惹谁了 人家俩谈人家俩的恋爱 反倒成了你们的牺牲品了 再说了 这事是谁先挑起来的 我不就截了他家地里半天的水吗 可他倒好 扑托摸摸地反截走了好几天哪 这要不是我发现的急时 咱们那块地就毁在老王婆子手里了 要不咋说这害人之心不可有呢 到头来呀 非把自己搭进去不可 我就是看咱家那块地呀 那庄家干得不行了 我想一下子给浇透了 再把水给他还回去 谁想到他比我还狠 你说他也不怕把他家那地给浇烙了 我还不想到 你这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到头来呀 受害最深的就是湘姓和王晓 你和老王婆谁也赢不了谁 弄得两败俱伤 你是说小花已经去念书了 宝珠爹呀 到底是把小花送进学校了 小花能遇上宝珠爹呀 真是他的福气呀 是啊 那小花能有今天 咱也替他高兴是吧 咱做人比起宝珠爹呀 那差得太远了 你别这么想 这天底下有几个能跟宝珠爹比的呀 是啊 姐夫 像宝珠爹这样的人呀 恐怕地球上就这么一个了 虽然咱们比不了宝珠爹吧 可咱也不差呀 你看咱几次搭钱去城里 不就想为小花爹讨个说法吗 咱这也是在出力呀 是啊 姐夫 你也别自责了 咱自己搭上钱不说 还搭上功夫 为小花爹讨个说法 万一啊 那宝珠要是抓着了 这对于小花来说 那可是个大恩情了 是 一点也不赐予保住他爹做的 咱有多大能耐 这多大劲呗 对 你这么想就对了 那宝珠啊 现在虽然没抓着 是吧 可是咱已经报案了 那啥时候抓着了 你的功劳是明摆的 好啊 咱做那点事还抬杀功了 咱做那点事还抬杀功了 我爱小河 我爱小河 我爱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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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老师问问你们还爱谁呀 小花 你说 我爱我爷爷 小花 坐吧 都不许笑 你们都该向小花学习 她能勇敢地站起来 说出自己爱的人 小三 你说 我爱我爹 小三是她爹 这有啥可笑的 你们知道她的外号叫啥不 上次你们不是说了吗 他们在叫花呢 她就是叫花呢 是个没人要的野蛮 采访我们村来了 他们不有个爷爷吗 怎么是没人要的野蛮啊 那也不是她亲爷爷 她赖得人家不走 人家只好给她当爷爷了 你还没看见她那些米盒呢 一点就着了 好 叫花呢 你就别叫小花了 叫 叫花多好听 你们瞎说 我不是叫花子 我是小花 你不是叫花子 那你咋赖子人家不走 还跟人要饭吃 你脸皮咋那厚呢 听说什么人要你了 你才跑到这儿来的 你把你爷爷爷的饭都吃了 你也吃啥呀 我不是叫花子 你们能瞎说 我是小花 花儿 花儿 下雪了 花儿 你早哭了 没事 是沙子进你眼睛了 花儿 老师屁的你了 但不说 爸爸说 我是叫花子 等我来跟爷爷家不走 爱吃爷爷的饭 不哭啊 同学问她 是给你闹嘴玩 不哭 爷爷 以后我再少吃点饭 我娘说 饿了河水也能饱 花儿 看啥呢那么入神啊 不知道出啥事了 你爹和小花儿在那儿哭呢 这学不是都已经上了吗 他们还哭个啥劲啊 小花儿是不是在学校 爱老师批了 有可能 反正也不是因为咱俩哭 快别看了 再让我爹看去 这才刚上学几天呀 以后的事还多着呢 我想起来都替你爹犯愁 你愁啊 我爹还乐不得呢 我也看出来了 现在只要小花儿不在呀 你爹一天都活不下去 你爹一天都活不下去 快吃饭吧 快别愁了 这人都走了 你愁也没用 昨天夜里啊 我又做噩梦了 我梦见王小儿跟香星儿 你说在城里头都要饭了 都没钱回家了呢 哎呀你这不是瞎操心吗 那王小儿不管咋说也是 当过三年兵的人了 他咋也不至于领着香星儿 在城里要饭吧 唉 就是因为有他 我才最不放心呢 他就是那最危险的人 你说相信这个死丫头 被他这花言巧语给骗的 万一一时把握不住自己 这不就掉狼嘴里头了 啥事让你说就邪乎大了 王小真是那种人 相信能随着他走吗 即便王小真是那种人 那相信这条路也是他自己选的呀 他也怨不着谁呀 我给算着呢 都走了三十五天了 你说咋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我这心里头啊 我真是放不下呀 老头子 你上王小家打听打听去 你问问王小他爹 他家有没有收到王小的消息啊 这个爹怎么用这个蹲布蹲呢 这个蹲布啊是蹲厕所用的 那不用这个蹲布 那又啥呀 以后客厅的地啊 跪在地上拿手擦 啥 你是说让我擦个地还有下跪啊 谁让你下跪了呀 我是说跪在地上拿手擦地 那不就是下跪吗 我在我们家给我爹 我娘都没有跪过 你要非当成是下跪啊 那就下跪吧 我们城里的地呢 就是得下跪着擦 我妈 愣着干啥呀 把这蹲布拿进去 擦个地啊 还要让人下跪 我在家给我娘都没跪过 人家城里人有城里人的规矩 咱要是不听人家的 人家凭啥给咱钱呀 这要让我娘知道 为了挣钱 还给城里人下跪 不跟我急才怪呢 夏儿 快别生气了 我还没告诉你 我找上工作了 真的 啥工作啊 就是给一个小区里 当保安 保安 保啥安呢 保安用咱家的话说 就是看大门 看大门就看大门嘛 早来了城里没几天 连话都不会说了 这又不是我发明的 人家城里人都这么叫 那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和你一样多 这么说 咱俩很快就发了 我现在呀 倒是盼着你娘和我娘 能晚些同意咱俩的事了 怎么说 咱俩很快就发了 哎呀 这么想的话 受点气 就受点气吧 反正 干不了半年 咱就回去了 爹 嗯 你妈不是已经上学了吗 你干啥还这么拼命边框啊 就不知道歇一歇啊 爹不利啊 小花的学费还不够啊 还欠着学校呢 爹想呢 尽快地把学费给补上 爹 你别忘了 你不光是那娃的爷爷 你还是我爹 我就你这么一个爹 你竟为他想了 你咋就不替我想想 你不想想我这当儿子的是个啥心情啊 咱家的活 我都没舍得让你这么干过 哎 爹不早啊 爹想啊 把小花的学费啊 尽快补上 补上以后呢 爹就歇一歇 歇啥呀 今年的补上了 还有明年的 明年的解决了 还有后年的 没完没了的 啥时候是个头啊 趁爹弄动弹的时候呢 弄一年呢 就多弄一年 小花啊 挺灵的 又厚学 等爹不能动的时候呢 爹这副心思就了了 是啊 你是了心思了 到时候 我可就没爹了 你要真的打算以后的日子就这么过完的话 爹 爹 你是不是太自私了 不行 这事啊 我还不能不管了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爹 就这么被那个娃给累到 那你咋管呀 你又不是没劝过你爹 你爹听吗 劝不听 只好来硬的了 你要跟你爹来硬的 咋来硬的呀 我已经想好了 以后我爹变好的框 我去给卖 卖了钱 全给我爹买吃的回来 只要别让我爹凑起小花的学费 小花的书啊 就念不下去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你咋早没想起来呢 咱也不惦记你爹那点钱 只要能够阻止小花继续念书 就算帮了你爹了 反正你这样做 也是让你爹给逼的 哎 宝珠 你咋想起来 帮着你爹卖框了 我那不心疼我爹吗 那你爹还不得高兴坏了 在家编完了框 还得背到集市上去卖 你爹呀 是够累的 爹 这半袋的面是给你的 这白面哪来的 我用卖框的钱买的 宝儿 你是说用卖框的钱买的白面呢 有啥不好的 面吃进去还有营养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熬 也该给自己补补 宝儿 这些框啊 是给小花交学费的呀 爹编两个月才编起来呀 你咋能把它花呢 咋就不能花 是这个娃上学重要啊 还是你的命重要 你也不想想 要把身体熬垮了 哪个合适啊 爹 你也别怪我这么做 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咋能保住你的命 反正啊 面已经买回来了 你要不想吃 你就把它扔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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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